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都到台湾开唱 大萤幕视觉效果出现繁体四让粉丝惊呼连连 不只要唱要跳 马丹娜还要自弹自唱 只是原定八点半开场的演唱会 暖场嘉宾一路暖场到九点半 中场休息超过半个小时 马丹娜迟迟未出场 让粉丝鼓噪有些不耐烦 直到10点20分 天后终于出场 只是两小时20分的演唱会势必会超时 尽管空等两个多小时 但对死忠粉丝而言 能亲眼见识到华丽精彩歌舞秀 一切都值得了 因为八点要开始 结果等到10点20分 娜姐才上台 所以她要补场地费126万 但是主办那位应该觉得 还是很值得的了 而说实话 台湾的这所有的fans 算是蛮nice 蛮温和的了 因为虽然当时等了两个多小时 大家忙啊忙啊 但啊但 但是基本上秩序都还蛮好的 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一场演唱会唱到凌晨才结束 不过到底为什么 娜姐让大家等这么久呢 本来白天的周有一说 她因为打蝉 后来告诉大家说不是的 她是因为现场的LED屏幕坏掉了 必须要排除障碍才这样 结果大家就想到了 过去其实也有过 娜姐在很多的地方 演唱会都delay 而且她还一度杠上了歌迷 叫她们不要吵 马达纳穿着贴拽的题外套 把起开唱 不过她表情看起来不太开心 因为演唱会延后50分钟才开唱 台下歌迷一度嘘声四起 让娜姐超火大 我对于是不太迷糕了 好吗 所有人都一直吵架 你都不断吵架 直接对台下歌迷标骂 全场鼓噪声不断 但马达纳还骂不够 我回到那里 吃巧克力 然后把我鼻子打开 然后把我拆开 今天 今天我们的视频爆炸了 我们没有视频爆炸了 但还酸说提早离场的人 空出来的位置 都可以容下一台卡车 怎么大 不过说娜姐迟到 但大牌艺人在台湾 特别是西洋艺人 大家就想 她们真的还蛮爱迟到的 除了马达纳之外 其实另外之前看到了 凯蒂佩瑞 说也迟到了一小时四十分 连歌手无客群都开骂了 有没有 那么另外是Gons and Roses 他们当时也是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另外黑眼痘痘也是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才要开唱 台湾的观众耐心都还蛮有的 因为这样 所以这一次看到的是 在网路上目前为止 抱怨娜姐的没那么多 但是赞扬她的蛮多的 为什么 因为她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唱了 她大概回过二十年 在其他演唱会 她几乎也很少唱 才可爆 这首歌让所有的人 觉得非常感动 特别是看到她披上 中华民国国旗的那一幕 所有人都疯狂了 可是有一个人把场子给搞冷 那就是她的暖场DJ 她喊出了 I love China 这句话 今天就有后续的效应 马丹娜的招牌 Uncle取Holiday想起果然一如玉琪 到哪里演唱就要披上当地国旗 娜姐披上青天白日版地红披风 全场欢声雷动 还让超大国旗在舞台上飘扬 很有在地位 但是在演唱会开场前 却发生了小插曲 开场前DJ暖场秀结束时 兴致一来高喊 I love Taiwan 爱台湾这句没问题 但紧接着下一句 却又喊了I love China 让全场粉丝顿时傻眼静默 DJ事后在脸书上公开致歉 写下台北的民众很抱歉 因为这一晚情绪太过亢奋 而犯下错误侮辱了你们 请原谅我 关于敏感的名称问题 还不止如此 马丹娜4号开场前 在Instagram上传12道光芒国民党徽 中间是自己的照片 底下用中文写着台北市 也成为争议话题 而不能饮食的小巨蛋 却有民众把摇滚区 当派对现场 啤酒 红酒 样样来 原定8点半开唱的节目 直到10点20分才开始 也创下台湾演唱会 最晚开唱记录 直到将近凌晨12点半结束 原定11点结束 超时1小时22分钟 因此加付了126万元场租费 也让西洋流行乐女皇的 另类记录再填一笔 昨天晚上这种小孩子不是 就穿了马丹娜一样造型的服装 然后进场的时候 真的也蛮嗨的嘛 然后还跟阿雅两个人 来个嘴对嘴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丹娜所带起来 让人家喜欢的 不只是她的表演 觉得说很流行 很时尚 还有就是态度 有人觉得她在宗教 或者是在女权 这一些议题上 一直以来都有 她自己的一些想法 而且带给了大家一些思考 昨天看到有这么多艺人 去朝圣都是大牌的艺人 可是艾利克斯 在网路上的直播画面 就引起争议了 说你为什么可以在里面 用直播的方式 把那一些演唱会的片段 统统都外流呢 是不是侵权呢 被警告之后 艾利克斯其实也就把影片 给拉掉了 好 那么说今天呢 还有一个在网路上 一定会被关注的 那就是有关于 车子的相关车速的资讯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返乡的车潮 开始涌现了 告诉你现在已经很多地方 开始塞车了 那另外是台北市 塞车的问题这么严重 这几天不是一直在吵说 内湖是不是真的要用 e-tag在各个的出入口管制 然后等于收你 拥塞费 然后要控制车流吗 今天台北市长柯文就说了 其实真的不是想怎样就怎样 他也承认自己做错了 即使警察再出动 站上十字路口指挥交通 每天有两万八千多辆车 进出的内湖 上班时间依旧拥塞 如何疏通 交通局提出收费减车流 希望适度检讨车流 交通局现在有意在 进出内湖桥梁 像是明泉大桥 加装e-tag来收费 进出内湖必经的明泉大桥 或者陈美桥 南湖大桥 以及卖帅一二桥 成功桥 自强隧道等地 提出加装e-tag 之前说是为了计算 是否符合高承载 如今启动收费机制 蛮不高兴的 因为上班还是 如果太远还是要开车 好像只是要 让人家不想开车的方法而已 那原本已经买车的人怎么办 停在那边看 你设一个门槛机制的话 其实是可以有效的一些 一直一些车流量进来 这个是还不错的措施 有支持 但也有反弹 不希望买车通勤被当原罪 针对外线市通勤族 增加公车班次也是方案 天内湖塞车问题交通局 现在已经申请加开快速道路公车 另外也有意要增设公车专用道 相对会对使用道 就是其他开车的人 那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只设公车专用道 那应该要配合其他措施去做调节 局长为解决塞车抛想法 无奈连市长也不买单 不是想怎样就怎样 面对塞车民怨 柯文哲再果断也不敢并急乱投医 以前科毕不是说了 那多换掉几个局长没关系 今天他承认说是自己的嘴巴太 那个字因为是普及时段 我们不好说 但是的确他也感受到了 大家都嫌他说不够深谋远虑 那如果有没有一种可能 大家试想看看 就是把内湖 或者就很容易塞车的心意计划区 通通把车子赶出去 然后只给轻轨列车来走 这在台湾有可能吗 我们接下来就看 李若梅跟罗世民 他们去了霸国要告诉大家说 人家又是怎么办到的 他们先花了两年的时间 跟居民沟通 结果真的可以用全世界 最环保的轻轨列车 来解决他的塞车问题 可前提是他花两年沟通 土尔是罗亚尔河流域的中心城市 曾是法国首都 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 近年来因为一项工程建设 再度吸引人们的目光 轻轨电车被视为现代城市中 最环保的大众运输工具 土尔轻轨在建造之初 目标就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更企图成为观光亮点 每当跨过一个行政区 车厢广播便响起轻快的哼唱 座位设计不是死板板一个样 不同造型讲究休闲舒适感 扶手上的工艺品则是整洁列车的核心 轻轨设计团队邀及当地艺术家 与200位学生共同创作 21台电车每一列都有独一无二的造型 不仅成为电车一大特色 更重要的是让市民一同参与都市计划 和电车建造的过程 是情感上的连接 电车除了是通行工具 也因为行驶与路面成为市容景观的一部分 还能兼具多种功能 我们继续这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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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像附近极和市住宅没有花园 于是清轨铺设草地变身绿廊 旁边还批一条人形步道 宫周遭居民散步 而新建的清轨大桥 当夜幕低垂 还有独特景致 土耳清轨的成功 背后是结合了包括艺术家 音乐家 灯光设计师 地质与都市规划专家的整体设计团队 绝不仅仅视为一项工程而已 他们更花了两年时间 办了50场说明会与当地居民沟通 那是最困难的莫过于说服商业中心的店家 让轻轨取代原本的车道 这里是土耳最热闹的一条街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在台北市的信义计划区 把车子全都赶走 禁止车辆进入 只留轻轨通行 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做到了 现在不仅行人能够行走得非常悠闲 又不会有塞车 而带来的人潮 更让附近的商店间的营业额增加了30% 当时业者极力反对 就怕一旦汽车不能驶入 生意会受到影响 结果却是大大相反 一样是轻轨位在香槟区的 Hams 汉斯 电车造型和土耳完全不同 有着自己的样子 相较土耳的黑白简洁 汉斯的电车多彩缤纷 一共9个颜色 为这个古典城市注入新活力 由于汉斯电车行进市区 会穿越多个古建筑群 避免损坏骨机 建设公司突破技术限制 不需架设高空电缆 改用地面供电 也让视野更为广阔 而在决定建造轻轨之时 最大的难题 一样是人 这是2007年的一张宣传单 当时Hams的轻轨公司 要市民一起来投票 选出他们最喜欢的车厢造型 不仅是让当地居民更有参与感 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他们在施工期间 能够多一点忍受 少一点抱怨 这是推行公共建设 极为重要的一环 最后这个瘦长的圆弧形 像是香槟杯的造型 压倒性胜出 也使得莱汉斯 在香槟区搭香槟电车 喝香槟的这么一句话 成为市民朗朗上口的台词 国外进来了一个大牌子 这指甲油竟然说 甲醛超标慧致癌 今天成了热门关键词 灯光照射下 指甲油闪耀亮丽色泽 这个品牌OPI 不少大明星都爱用 不过去被食药署点名 疑似甲圈 含量超标 这下午的电话其实蛮多的 但是我必须说 消费者因为相信我们 在这部分的处理 还有我们在商品上面的选择 所以基本上 大部分打进来电话 透过我们的安抚 或者透过我们的解释 大家都能够理解 电话被打爆 厂商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死OPI非比OPI 消费署查出OPI借款 指甲油甲醛浓度高达 6000多PPM 超标将近82倍 不过却是平行输入的水货 来自新北市新造型器的进口 根本不是正版 商品要有三个标签 第一个是封口贴 第二个是防尾标签 雷射防尾标签 第三个是中文标签 正版代理商急跳小的 就怕乌龙指控毁了自家商与 也提醒民众 慎选指甲油 长期暴露在甲醛之下 恐怕导致慢性呼吸道疾病 气喘还有可能有致癌危机 成为鼻咽癌 血癌的高风险族群 好 等一下更多的热门话题 我们今天的战胜大来宾 现在还想卖关子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